在大陸早已司空見慣的刷單吵信 虛假廣告等不良商業行為 今年遭到了美國亞馬遜的重拳出擊 4月底 號稱亞馬遜三節的大陸電商 霸哲遜旗下600多款熱賣商品被亞馬遜下架 6月 廣東責寶公司旗下多個品牌的電子產品 被亞馬遜下架 原因是向消費者贈送禮品卡買好瓶 違反了亞馬遜的規定 7月 中國跨境電商巨頭有棵樹 在亞馬遜的340個賬號被封 約1.3億人民幣的資金被亞馬遜凍結 一波又一波封殺 將超過5萬個中國賣家打得措手不及 損失超千億人民幣 亞馬遜近期再次表示了打擊虛假評論的決心 並宣稱 僅去年一年 就阻止了超過2億條疑似虛假評論 以維護消費者利益 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中國不良商家 被亞馬遜整頓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